三个木怎么才能快速地让它蒸出 能够快速地成型 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用到的枝条就留着 不要那么勤快地剪 很多人就是手不停地剪 你剪得多它是不会长出的 放眼放眼 又放着它来长 它才会长出的 第二个就是这些不定芽 就是我们用不上的这些芽点 要及时地把它清理掉 让它集中营养来生长 我们这些要用到的枝条 第三个就是 要及时把这个花果把它撸掉 像三个木现在就是它一个剩花期 如果有些长得快一点的 现在都已经开始结果了 一般的现在都是在大量的开花 三个木的花很多的 所以我们要及时地把这些花给它撸掉 不要让它开花结果 这样这枝条也会长得快很多 房子后代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 都是一个很大成本的事情 再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 气温高一点 它是很适合这个三个木生长的 三个木它是比较高温的一个树种 在这个季节呢 因为它生长特别快 要及时地给它 补充这个肥料 还有这个水呢 也要跟上 大水大肥 它才能长旺 长出 长得快的 再有一个就是三个木 虽然它是一个洗高温的树种 但是它对太阳的要求呢 不是特别高 在夏天尽量给它像这样 拉一拉这个遮阳 它会长得更好一些 三个木呢 有很多人说 说是什么养着养着 一不小心 这个就失之了 干之了 等等这情况 说实话 它有可能会说 如果照顾不到的话失之 但是像这种 照顾不到失之的情况 你哪个树种 它都会有的 你如果是非得 这个挑它的毛病的话 你有哪个树种 没有毛病啊 是吧 像这个切梅 工程生退 失之 当水线 九里线 病虫害多 云香科的植物 病虫害多 龙虫花 花多 好养 但是它叶子大 做盆景又不是那么好 所以你想找一个树的缺点 很容易的 还有一些人说 它不耐行 大哥啊 它明明都是 越大压越大的树种 它这个产地 就是在梁广啊 海南这些地区 比较多一点 你非得把它拿到黑龙间 肯定是会冻死的了 是吧 就算冬天 你有那个室内 有那个供暖 但是 它那个供暖的 那湿度也是很低的 对这个植物来说 也是很不利的 所以呢 北方的朋友 如果你说 你有很好的设备 你有很好的条件 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是一般来说 没有特别好的条件的 不要搞这种 又大压又大的 别说三个木了 你就甘松啊 淘金年啊 九里线之类的 你要是拿到北方那种 他一样是 会冻死的 呐 感谢观看